都是台币升值惹的祸 台币太强势了 受险业的总汇兑成本持续扩大 陷入汇损的惨况 让业者心好痛啊 10月份台币就狂升0.58元 导致受险业单月兑换损失 高达2019亿元 创下30多个月来历史新高记录 汇兑成本大举冲高 压缩获利 10月单月受险业亏损9亿元 是今年首见单月亏损的总境 那国外投资标的寻找高报酬的同时 当然不可避免会承受一些汇率的风险 那在106年的时候呢 这一个因为新台币兑美元升值 所以他们在107年的时候呢 保险应该增加了这个避险的这个比例 但后来呢避险的成本过高 金管会最新统计 今年累计前10月来看 受险业兑换损失为1151亿元 避险损失1100亿元 再加上提列外汇准备金36亿元后 受险业今年前10月的汇兑成本 达到2287亿元 今年累计前10月台币升值幅度来到 百分之零点88 等于是受险业的单月兑换 完全没有利润可言 我是郭台铭 政治要为经济服务 媒体要为服务者 忠实报道的服务 也是苹果新闻网一贯的忠值 所以苹果新闻网是大家的好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